9月16日凌晨有媒体爆料,在范冰冰生日当天,李晨求婚成功,最后李晨和范冰冰同时更新微博庆祝,李晨写道,我们永远,范冰冰说永远永远,这对相恋两年多的娱乐圈情侣终于修成正果。 2015年5月,范冰冰晒出与李晨甜蜜合影并配文《我们》,大方承认李晨正在热恋中,这也是范冰冰出道18年以来,第一次主动向大众公开恋情。 之后就有网友整理了一下李晨范冰冰的立任前任们,李晨立任女友1.牛萌萌,李晨第一个女朋友是牛萌萌,两人在1997年的17岁不哭中合作过, 后来牛萌萌和张国丽的儿子张默谈恋爱了,也被张国丽认为最适合的儿媳妇人选,但最后两人还是分手了。 2.林小璐 林小璐和李晨拍摄13格格时,相爱成为恋人,据说当时李晨还曾在大腿上蒙下一个大大的鹿子时爱,不过很遗憾,2016年两人分手了。 3.赵卓娜 曾是含含小三的赵卓娜也是李晨前女友。 据说2007年,两人在湖南卫视的娱乐相亲节目,为爱向前冲中,相识后相恋,但最后还是被韩含给破坏了,张欣宇。 2012年,李晨在一聚会上认识张欣宇,后来两人相识相熟,在同年七七节,李晨宣布与张欣宇恋爱。 但是一年后,张欣宇峰发布声明,承认与李晨分手,迪丽纳尔。 2011年,李晨在街头狂吻杨美女,两人的亲密程度顺似恋人,当时被爆内美女便是迪丽纳尔。 2012年春分手,范冰历任男友,一.陆毅。 陆毅拍摄《少年报星天2》,两人突然互相示好,被指西甲成真,二任全。 在拍《少包》的时间,范冰冰被香港某周刊拍到与任全实质紧扣,在上海街头闲逛,在上海街头逛街,从而传出两人正在拍拖的消息,王学斌。 范冰和王学斌的绯闻从04年到06年,却始终得不到当事人的正面回应,谈到对方的闪烁其词, 同一场合的刻意回避,让冰冰也越发地扑朔迷离,也让外界更想看着究竟。 四,理解。 2002年,范拍《陈安落定》时,遇到饰演大少爷的理解,很快便传出二人关系暧昧,甚至当众眉目传惊。 此时被某报曝光后,李范当即一口否决,2001年,乱世飘平拍摄完毕, 范冰冰公开表达自己对韩庆的恋情,并明确表示,她是我的男朋友。